今天我不是躺在野狐岭 让后人替我报仇 就是越过野国营 让后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 蒙古人的生死存亡再次一战 即使翻颜老师大海洋 我也要用黑头把他填平 一口气带你看完元朝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大移封建王朝 是疆域版图最大 且超越历史所有朝代 巅峰时期横跨欧亚大陆 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和欧洲多个国家 从乌碧列1271年建立元朝到驻元昌1368年 攻下大都为止 共是十一帝 历史98年 1206年 45岁的铁木真统一个部建立蒙古国 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 12110年 成吉思汗发动了蒙金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特别是在野狐岭战役中 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 以少胜多 打败金军四十万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214年 蒙军包围金朝首都中都 金北京市 金选宗自知不敌蒙军 被迫求和称臣 并在蒙退兵后 迁都北宋故都北京 隔年5月31日 蒙军南下攻占金中都 并且获得名相一律主材 这对于恐怖华北地区有很大的帮助 1218年 成吉思汗派遣哲别 率领两万蒙军进攻西辽 然而 西辽军队无法抵抗蒙军的强大攻势 最终败北 西辽灭亡 4年 花辣子摩国因杀害蒙古商人和使者 愤怒的成吉思汗 亲自率领二十万蒙军进行西征 蒙军不久 应战了花辣子摩的都城萨马尔干 并征服了整个花辣子摩王国 花辣子摩国王摩赫末在绝望宫病逝 而后蒙古军队继续征各国 11227年 成吉思汗亲自率领蒙古大军征讨西夏 同年8月 蒙古军队成功攻灭西夏 然而 在攻灭西夏前夕 成吉思汗不幸去世 享年66岁 11229年 沃阔台被选举为大汉 后被尊为袁太宗 沃阔台登基后 遵循成吉思汗的一律 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 在1231年 沃阔台汉率领蒙古军队南征金朝 并命令他的四弟托雷 从汉中借到宋朝 沿着汉水攻打汴京 第二年 托雷在河南三丰山之战中 成功击溃了金军 1234年 蒙古和南宋联军 联手攻破了蔡州 吉埃宗自杀 金朝灭亡 虽然南宋 发起了端平入落的行动 以试图收复河南地区 但最终 华北地区 还是被蒙全部占领 1235年 沃阔台汉定都哈拉河林 经乌兰巴托西南 南征南宋 两淮地区后北返 为防汉人事后叛变 巩固蒙古 在华北地区的统治 蒙古派探马赤军 驻扎汉地 将半数汉人 分给蒙古功臣 1230年 沃阔台汉命令 数池的长子拔都 桂游 以及蒙哥 苏布台 等第二代蒙古王子 发起蒙古的第二次戏征 这一历史事件 被称为拔都西征 此次戏征的总指挥官 为拔都和苏布台 1236年至1242年期间 拔都等人率领的蒙古军队 攻占了金茶草原 基布罗斯等各个公国 以及匈牙利 摩尔达维亚 波兰 毕陶宛大公国 乌西米亚与捷克 摩纳维亚与斯洛巴克 威尼斯共和国 元南斯拉夫地区 保加利亚第二帝国 拉什卡 神圣罗马帝国等中东欧各国 猛军强大的战斗力 攻占杀戎于东欧北部和中部 1241年11月 沃阔台汉在位13年去世 十年56岁 其长子贵有远征 尚未归来 由皇后乃马甄托列歌纳 开始担任监国 1246年3月 在库里勒台大会上 贵游被选为新的蒙古大汉 尊为原定宗 次年 吐蕃诸部 归府大蒙 史称梁州会本 1248年春 贵游汉率军西行 然而 在三月横乡以尔 及新疆俄民县附近时 贵游突然病情恶化并去世 享年43岁 在位时间不到两年 死后 由皇后海迷失经 在1251年的7月 历史性的大会 在蒙古帝国召开 此次大会 因拔都和乌梁哈台 坚决支持托雷西的蒙哥 使窝阔台系的失恋们 失去了汉位 蒙哥得以继承 后来 蒙哥被誉为原宪宗 1252年 乌碧列率领超过10万的大军 向着南方的大理国发起进攻 两年后 大理的首都陷落 国王断星至投降 大理国被彻底征服 从此 云南和贵州的高原 也纳入大蒙古国的版图 1256年 蒙哥汉派险他的弟弟叙列物 率领超过10万的大军 向西方的西亚发起远征 这次远征在历史上 被称为蒙古的第三次西征 在这次西征中 叙列物成功地消灭了 伊斯兰教的暗杀组织穆斯伊 在1258年 蒙古的西征军队 攻占了伊斯兰哈里巴的最后领域 美索布达米亚的巴格达 隔年攻占叙利亚阿尤布王朝 而后占领马士吉和阿勒波 1260年 叙列物得知蒙哥在南征南宋时 去世的消息后 他立即率领大军返回蒙 去争夺捍卫 留在当地的蒙军 也在现机以色列加利利的 阿因扎尔克战役中 败给了埃及的马木刘克王朝 因此 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宣告结束 同年 乌碧列在争夺大汉之位中获胜 继承了蒙古大汉的王位 1271年的12月18日 大蒙古国的可汗忽必烈颁布诏令 宣布将国号改为大元 元朝建立 忽必烈也因此成为元朝的第一位皇帝 即元氏族的组长 此后 他曾两次发起对日本的征讨 但都以失败告语 1276年 元军成功攻入黎安 宋公帝向元朝宰相火炎 献出祥书和玉玺 宋朝灭亡 1294年 乌碧列在大都去世 十年79岁 他的皇位被传给了他的孙子铁木尔 即元成宗 元成宗作为城池的守军 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战争 转而专注于整顿国内军政 他的努力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缓解 1307年 元成宗去世后 他的五子八弩贪乱 乌碧列的曾孙爱玉里巴利巴达 支持其哥哥海山继位为元武宗 元武宗轰其帝爱玉里巴利巴达为皇太帝 两人约定交替继位 这被称为五人制 然而 元武宗因沉迷淫乐 酗酒过度而施染重病 四年去世 年仅31岁 随后 皇太帝爱玉里巴利巴达继位 被尊为元人宗 他在位时期整顿朝政 实施了科举制度 称为严幼复科 并推行 已如治国 缓和了民族矛盾 1316年 元人宗打破了殊职相传的誓约 废除了五人制 并立长子朔德巴拉为皇太子 1320年 元人宗爱玉里巴利巴达 在大都光天宫下崩 享年35岁 皇太子朔德巴拉继承地位 即元英宗 他在位期间实施了政治改革 由于任用汉族官僚和世人 招致诸网和武宗旧臣的不满 1323年 铁木碟尔之党铁师 与元朝贵族合谋 施杀了元英宗与幼城相败助 史称南坡之变 铁师一党推举 也孙铁木为帝 即太定帝 在太定帝统治时期 元朝各地贫遭天灾 导致多地爆发饥荒 进而引发了云南 四川等省的多次起义 1328年 太定帝在位五年后 驾崩于上渡 享年36岁 被葬于启宁 太定帝死后 大都发生了政变 燕铁木尔农元武宗之死 怀王图铁木尔即位 称为元文宗 然而 太定朝的拳向道拉沙 却在上都拥立皇太子阿蘇吉巴即位 称为元天顺帝 双方随即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内战 即两都之战 最终 元文宗一方取得了胜利 元天顺帝和拳向道拉沙被杀 1332年 文宗在位四年病逝 十年29岁 他后悔杀害兄长 无路真情 贵属罪 他决定将皇位传给民宗长子 妥欢贴木尔 但燕铁木尔为了掩盖谋杀之事 封锁了文宗遗诏 传位给民宗赐死一林之班 即宁宗 然而宁宗仅在位53天后病逝 随后 妥欢贴木尔 被拥立为元顺帝 元顺帝时期 励志腐败 横征暴敛 瞌睡繁多 导致各种矛盾 日益尖锐 社会动荡无安 中原连年灾亡 无数百姓流亡 1351年5月初 韩山童和刘福空在安徽影州 发动农民起义 因起义军投过红金 被称为红金军起义 同年8月 徐授辉和邹衡胜 在湖北齐州领导起义 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此后 朱元璋等人在领导起义军后 逐渐割据一方 1364年 朱元璋成功评定了江南陈有亮 张世成等各地的割据势力 实现了江南地区的统一 并自称为吴王 1367年10月 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 他发布了由宋连执笔的北伐习文 提出了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 立冈臣记 救济私民的口号 在徐达 常玉春等人的率领下 北伐军在山东电梁 铜关等地 击败援军 红武元年 1368年 在大年初四 朱元璋在交谈举行即位仪式 正式成为皇帝 改国号大名 年好不 7月 攻占天津通州 8月 明军进攻大都 元顺帝带领三公后卑 皇太子等开建德门 逃出大都 京军雍关逃奔上都 弃城而走 至此 蒙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 元朝灭亡 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 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 同时 丢失400年的燕云16周也被收回